大家好,我是小薇。 网络营销,流量为王,如果你想从互联网获得高收益,就需要从各种渠道获得流量。 以个人网站运营为例,关键字和搜索引擎优化,是网站管理者的核心工作。 在开始前,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SEO的概念。 SEO是搜索引擎优化的简称。 网站如果想要被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收录并给予较高的搜索排名,就需要进行各种调整和优化。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添加外部链接、优化关键字、添加网站地图、提高网站访问速度、提高内容原创程度等方法,完成SEO优化。 然而,经过优化的网站或关键字,并不一定可以获得预期的排名。 其背后的原因,就是热门关键字的白热化竞争程度。 例如,在Google搜索iPhone15关键字,排名前三位分别是苹果官网、Cnet、Meshable等权威网站,普通的个人网站很难获得高排名。 也就是说,Google会根据网站的权威性和关键字的关联度、外链的数量、网站访问量等综合因素进行排名。 因此,如果你的网站较新、外链较少,就很难获得高的排名。 因此,对于站长来讲,是否使用正确的关键字策略,将会决定一个网站的成败。 今天,我就以产品评测类网站为例,为大家讲解一下常委关键字的规划,以及避开竞争对手,快速获得免费流量的方法。 评测类网站,也就是通过评测不同类型的商品,获得流量和收益。 此类网站适合新手操作,获利模式包括推广联盟营销商品赚用金,以及加入广告联盟,投放页面广告,把流量变现。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按照步骤,为大家详解操作流程。 1.前期准备 在开始前,我们需要准备域名和主机。 新手用户建议选用无需备按的美国Linux虚拟主机。 如果网站规模不大,选择共享IP,不限流量的虚拟主机即可。 此类主机适合单一博客使用,每年价格不超过50美元,且会赠送第一年的免费域名。 完成主机购买后,登录控制面板,一键安装WordPress博客系统,或者其他类型的网站程序。 WordPress系统自带了数百种免费的博客模板,不过,我建议大家使用专业设计,经过优化的WordPress主题。 2.选择联盟营销平台 如果想要推广虚拟商品,则可以选择Clickbank,Begistory24等平台。 食物商品,则可以选择亚马逊,SheriaZell等大型联盟。 以亚马逊为例,商品用金比例在1%到20%之间,平均用金是4%。 例如,如果你销售了一款价值1100美元的MacBook Air,就会获得45美元的销售用金。 关于亚马逊联盟的注册方法,请参考视频下方链接。 完成注册后,点击页面左上角的SideStripe选项,就可以获得产品的推广链接。 步骤三,关键字策略。 在Google输入All-in-Title命令,后方输入一个麦克风产品型号加Review,就会出现无搜索结果的情况。 Numan KK204是一款高质量的麦克风,却出现了无搜索结果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这段常委关键字的竞争很低。 输入正常词条,我们可以看到,排名第一位的是网站是Numan的官网。 并没有针对这款产品的评论文章和视频链接。 进入亚马逊,输入名称,就可以找到该商品。 同理,选择一个亚马逊热销尼康镜头,复制型号。 返回Google,输入All-in-Title命令,后方加入型号和Review组成的关键字。 我们可以看到,仅有一个网站在搜索结果中,可见该常委关键字的稀缺性。 访问该网站,右下角添加了推广链接。 因此,如果有用户输入这段关键字,就会大概率找到该页面并在亚马逊购买。 此类关键字的组合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品牌名称,数字加字母组成的型号,以及Review。 也就是,针对某个具体型号数码产品的评测文章。 由多个单词组成的关键字组合,也被称为常委关键字。 此类关键字的特征是竞争很低,缺点则是搜索量低于核心关键字。 根据MediaVine的统计,随着关键字长度的增加,搜索量也会随之下滑。 因此,大多数网络营销人员都会选择中等长度的常委关键字。 常委关键字不代表着低利润,这款尼康防抖镜头,已经在亚马逊获得了1000条好评,并被评选为Amazon Choice,是一款热销商品。 因此,推广此类商品,不但利润高,竞争也不是很激烈。 例如,小微推广过的一款NAD抗衰老药物,就取得了不错的销量。 以尼康品牌为例,访问尼康官网,就可以查询各种镜头和型号。 把热销的型号整理为关键字列表。 如果你不想手动收集资料,也可以利用Browse。 这是一款自动网页数据抓取工具,可以读取网页中的所有数据,并导出到Google Sheet。 此外,Browse还可以抓取图像地址和图像的Meta信息,非常方便。 步骤四,评测文章写作。 完成了关键字的选取,最后一步,在常委关键字的基础上,完成一篇评测文章的写作。 打开Cloud 2,输入产品网址,并要求机器人读取网页,写一篇英文评论文章。 或者使用同样的提示词,要求ChatGPT,Bard机器人,完成内容生成。 复制生成的评论文章,在文章中间添加图像和推广链接,发布到WordPress博客即可。 为了保证内容的准确度,我们也可以整理相关资料,上传附件到Cloud,要求机器人按照提供的材料写作。 例如,亚马逊的销售页,都会提供产品的详细参数和简介,复制即可作为写作素材。 如果内容不全面,也可以在Google或者产品官网查询。 图文并茂的内容,方可获得更好的浏览体验。 因此,我们还需要搜集产品图像,作为素材使用。 返回亚马逊产品页面,点击左上角的生成按钮,获得推广链接并复制地址。 进入WordPress,在文章中添加一个购买按钮,并插入超级链接。 至此,我们就完成了整个销售流程。 只要Google收录了文章,就会为你带来流量和订单。 最后,我再为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操作流程。 首先,创建一个亚马逊高提成电子产品评测相关的博客, 并根据产品的具体型号,筛选低竞争,高回报的常委关键字。 最后,使用AI工具,完成评测文章的写作并发布。 这种方法操作非常简单,投入也很低,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尝试。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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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